下午4點左右往台北的車流 在國道5號雪碎開始回堵 車子大排長龍幾乎動彈不得 高工局表示宜蘭到平林路段 時速還可達60公里 不過雪碎在下午4點左右 因為北返車潮時速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 車流下午3點就達到17000多輛次 比去年增加8% 廉價碰上疫情好不容易趨緩 各地景點車潮擁擠 部分景點開始實施車流單向管制 高工局預估全天國道全線 達到112百萬車公里 而11號售價當天 高工局預估北返車潮的時間 要注意國道1號湖口段 國道3號關系到大溪段 從下午2點到晚上8點 而國道5號宜蘭到平林 則是早上8點就開始塞車 預估將持續到晚上6點之後 明天想要北返的民眾 可以多利用上午的時段出發 如果國道上有比較擁捨的情形 可多利用台61線 台2台9線等替代道路 11號當天國道5號北向蘇澳到頭城 也將從下午2點到晚上9點 實施高承載管制 另外西濱和蒲岩入口 將會全天封閉 湖尾入口 則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 道路封閉 高工局也強調 售價返北注意道路管制 也建議事先查詢路況 避免把僅有的假期浪費在路上 記者 張正民宿 我是宣言台北報導